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48号厨房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 就是说出我自己做蛋糕的体验 这个爱库蛋糕是怎么做的 因为经常有人问我 你的蛋糕怎么做的这么漂亮 有卖的吗 对不起 我不是卖蛋糕的 我是卖锅的 那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七层干锅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我已经有了七年的干锅 还是亮晶晶的 我爱梅现在事不宜迟了 我现在要选到我们一位伙伴 我们的朋友姜秀老师 来跟我一起配合 怎么做这个无水蛋糕好吗 那让大家见证一下 这个无水蛋糕是怎么做的 到底有什么秘诀好不好 那有请问姜秀老师 哇 欢迎你 好久不见姜秀老师 因为疫情两年了嘛 对不对 两年了 两年没见面了 哇 我好想你 那你会做吗这个蛋糕 我做过但是每次都不成功 不成功 所以我今天特意来这边 向你学习 很好 那我们呢 先介绍这个材料吧 那我就很简单的告诉大家 就是六粒小蛋 最大小的六粒 然后一定要分开蛋 蛋黄跟蛋白分开来 分开来 我们这个也是我们 iCook系列里面的那个 搅拌器 那我们专门是拿来搅拌蛋糕 做蛋糕啊 或者腌肉啊都可以的 这个是在我们的iCook系列里面有的 那么呢 今天我们已经把这个蛋黄蛋白蛋糊也调好了 这个蛋糊呢 我是蛋黄在这里的啊 油 油 就是90ml 糖呢 那你自己调吧 80到100都可以 80到100g也可以 然后呢 你要什么口味也没问题的 我今天呢 就用我们的阿尼咖啡来调这个蛋糕 那阿尼咖啡呢 是我们公司里面的咖啡 我喝了之后呢 就爱上它了 真的特别特别香 我用三茶匙这个阿尼咖啡 然后呢 加点牛奶 就是 总共呢 就是100ml的 100ml牛奶跟咖啡粉 调均匀就好了 然后待会我们一起把它调成糊状就行了 那调糊状的时候要小心哦 就是这样轻轻的调均匀就好 就是Jack这行就好了 然后呢 现在我们有请佳秀老师 打那个蛋清吧 好不好 好的 那先先把那个蛋清 打小小的打开 最小的哦 我们用最小的那个 那个 那个 打吗 很小打吗 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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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打蛋白这一块呢 也是很很重要的哦 为什么我是很重要呢 因为很多人呢 那个蛋糕成功了 就关键在这个蛋白里面 那今天呢 我们教授老师他第一次 第一次来学习了 那我们就看他 怎么样把这个蛋清打好好吗 那我这里的柚糖 大概是 我今天用的是80g 好 然后我们分三次了 分三次来吧 那你还要 加两 两茶匙这个新鲜的柠檬汁 为什么要加这个柠檬汁呢 这个柠檬汁呢 它不但可以去腥 就是蛋清有点腥味的嘛 然后呢 还可以让那个蛋清呢 更稳定 这个是很重要的哦 就新鲜的也可以 它们比较有那些 啊 呃 那种 有这种 柠檬汁啊 就是 你说 可以啊 没有新鲜的 都那种 冠状的 没问题的 好 那 第二 这样就可以了 蛋清呢 其实这几分钟呢 就可以倒飞了 就可以很快倒飞了 就可以很快倒飞了 我今天要做这个柠檬 是什么呢 啊 现在在云香区别嘛 那 很多人 都不知道 这个柠檬 是马来干什么的 其实你买的这个柠檬呢 你就可以当烤箱来用 这个烤箱呢 很多人 呃 做蛋糕呢 炒箱是要抑热的嘛 但是我们这里呢 你不需要有这个抑热的工作 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 省回那个 定年啊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呃 先一热烤箱是不是要变了 那我们现在呢 做这个蛋糕呢 完全是冷落下的 这个很简单啊 这个很简单啊 又省心 又省心 又省心哦 还有 做这个七分蛋糕呢 一定要有这个磨叽 磨叽哦 你要买这个磨叽是发出一个大的 是发出一个大就可以了 呃 呃 有些朋友呢 他买到的是不蘸 不蘸型的那种磨叽是不行的 做不成一个七分蛋糕的 这个很重要哦 这一点哦 大家要注意哈 这是比这种还行的 因为有人问我 为什么会有一个动作呢 就是 呃 去不蛋糕呢 他的导的 这个磨叽呢 他导的心很强 大 然后 当然 连我们这个七层糕 他导的心也是很强的 他导的心非常非常快 然后呢 加上这个磨叽 那我的蛋糕呢 用小火 45个分钟就可以 啊 做好了 如果你用那个烤箱的话 我相信 一定要超过一个小时的以上哦 所以 来 我们看看这个 蛋糕打的怎么样 嗯 看看 对不起 有点吵 刚才好 蛋糕呢 这个形状呢 还是不行的 我们要打到有一个勾勾这样才行的 大概 做一分钟这样就可以了 很快的 是不是 大家看看 自己做的蛋糕哦 这特别香 特别好吃 海水的地方 为什么呢 你不用再去外面买 不用在那位前去买 而且现成的 一桌就有得吃中山汤啊 呃 这个蛋糕呢 我 我自己认为 我做了很多很多吃了 每一次 我是 吃不完的 我都送给朋友吃 这样呢 整装很多时间 差一点点 吃两个蛋糕 吃两个蛋糕的比如说 哇 怎么这么好吃了 你是怎么做的 现在 我就先告诉大家 就是这么多的 像这样的情况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吗 有一个勾勾 看到吗 有一个勾勾 就行了 这样我们的蛋糕就已经形成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蛋糕 这样子老师 你要看到了这个 你懂得怎么搅拌吗 嗯 就把三分之一 放过这个蛋糕里面 可以搅拌一下 谢谢你 就是这样 这么简单 嗯 那这个搅拌的 呃 动作呢 也是这样的 就是截至形就好了 这样刮一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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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真的不会做这个 吃饭蛋糕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上优秀啊 优秀员呢 老师教你的好 只不过他用的是 啊 烤箱 我用的是 我们的爱扣去成 万能锅 哈哈 就是这么简单 这样的情况呢 搅拌好了好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 把这个蛋糕呢 就打回来这个蛋清这里 我们的工具一定要有两个啊 就是一定有这个刮刀 还有那个啊 这个把拌器啊 对不对 对吗 是这么说嘛 这是两个工具 还有我们的模具 那个器官的模型 就可以了 好 就放在一边 这一样的手法 就是这样 手法一样的 这样子轻轻的好 轻轻的 可不可以让我试一下 可以啊 可以让你感觉一下 对对 让你感觉一下感受一下 很好 难得我们教授老三 这么老远的 过来 四十八号厨房学习 那你今天晚上回去 就可以烤蛋糕了 对吗 对啊 我孩子特别喜欢吃的 不是 他有吃过我们这个烤蛋糕吗 呃 我曾经在这边 有做过吗 两年前 嗯 吃 呃 有带回去过一块 然后 就觉得 不够吃 那你有做过吗 做过不成功 哦 那你今天真的 来到市队了 今天来学习 那今天这个蛋糕就是这么简单 完全没有 不需要开火的 不需要预热好这个锅 我再重复 还有 这个特别重复 没有加水的 如果加水那个叫做蒸蛋糕 今天做的是烤蛋糕 好吗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 那搅拌均好了 然后我们就倒去磨均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就这样 跑进去 转一个圈 转一个圈 是不是很容易啊 谢谢你啊 嘉世老师 今天你学到的吧 是不是 我学到了怎么打 怎么看这个蛋白 是不是笑的 你是不是笑的很像 那咖啡的味道好像咯 嗯 其实说真的啦 做这个气氛蛋糕呢 口味你可以随时自己改变的 你可以做啊 我们有一个香兰叶的味道 香兰叶的味道 这是Bandan flavor的 或者你可以做那个巧克力的 还是喜欢巧克力嘛 那再来你可以做那个鲜橙子也可以的 就是从那个那个啊 那个水分那个100那边啊 那那那那边啊 改改变一下就可以了 口味是谁你喜欢哈 任何人都可以去变的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看清楚 卡蛋糕放进锅里面 嘉世老师 会吗 这样子就行了 是不是很简单很容易啊 嗯 来 大家看清楚了吗 我们的蛋糕 就这样放进去 改锅改 然后开一个小火 给大家看什么叫小火 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火是有多小 就是这么小 总共45分钟 那我们现在就聊到这里 待会45分钟后呢 再看我们的成品好吧 谢谢大家 时间很快45分钟好了 打开吧 打开快点 哇 好了蛋糕 哇太美了 太美了 好香哦 谢谢 哇真的没水哦 没水 太强了 太美了 太美了 好